《阿士伯人》其實是一本紀念冊 每次來的朋友都幫我一齊豐富他的每一頁 他將他們的電視紙上最想跟我們說的東西都放在裡面 我們常常在這裡紀念自己五十五周年 因為亞洲電視當年的前身就是麗的影星 麗的影星的前身就是麗的呼聲 話說在1949年3月22日 英國的總公司就成立了麗的呼聲的電台頻道 他當時的舊字就在現在的喜順大廈 就在灣仔的軍器廠街 沒多久去到1959年5月27日 他就正式搬去灣仔的告示打道 即是現在的華比庫通大廈 1949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成立 香港人口已經劇增到250萬 在1950年的時候就有一個前輩 這個前輩的藝名 一年四季就被他霸了三季了 不過今天來的那個就不是他 而是他的千金 而他的爸爸當年在麗的呼聲 一直做到麗的演聲 然後到亞洲電視做過無數的節目 也都演過無數的電視劇 今天來的他為千金 也都在2001年的時候 他在亞洲電視做過一個節目 叫做超級經理人女優選拔賽 今天來的那位千金就是 吳君如 接著吧 很小時候就知道金國亮這個人 看了很多他的大作 很欣賞他 其實我認識他不太久 因為我當然不是他的年代 但我有一個問題 我真的很想知道 我很想知道金先生你究竟多少歲 這個問題已經纏繞了我很多年 為什麼一個人可以 讓身材 讓貌都可以 真的保持得很好 那些肚腩有沒有 那些皮膚各樣都很好 你可以在這個節目解答我嗎 你知道嗎 我很喜歡這套沙發 我真的很想買金先生 你是不是經常來這裡買東西 不是經常 經常想買到的東西 你知道這些傢俬 是要加屋很大才能擺 你嗎 說得好像你一樣 你現在這些傢俬回家 剛好搖搖搖擺 這些是要加屋空搖擺 才能擺 所以我很欣賞 你不用說自己的房子這麼小 我的房子這麼小 所以我不是說我來 所以要接些賀稅片 我來看幾次這套沙發 我多想買 放在家裡 但要把房子很大 放兩塊才好 好了 君如小姐 金先生 你的嗜好我便知道 我經常遇到你游泳 是嗎 你遇到我游泳嗎 我不是和你一起游 很遠 和女兒一起游 在哪裏 這裏沒有多遠 這裏的酒店 是呀 密度很高 你見到嗎 見到 甚麼泳衣都見過 哪款都見過 喜歡打乒乓球 戈爾夫球 和雜球 是的 雜友 還是有雜友 好 好 你開始 人又越來越漂亮 多謝 這是比較頭痛的問題 漂亮 是的 越來越漂亮 是否頭痛 越來越漂亮 是否頭痛 是的 我便覺得很頭痛 別人這樣說 我便覺得不好這樣說 不是 我越來越覺得 我越來越覺得 應該幾大年多都要漂亮 都要漂亮到死那天 對 這是專業態度 所以你說 那時我不漂亮 是因為 其實我一向都很漂亮 是的 其實我真的很漂亮 所以我高峰期140磅 我都沒有放棄 我對衣著 對自己的態度 只不過那時真的很喜歡吃 還有那時拍戲很辛苦 為甚麼 沒有 你一日拍三組戲 到現場當然是早午晚餐 宵夜吃齊 然後一發不可收拾 但我對我的時裝觸覺 我都沒有放棄過 那時我很記得 我剛剛賺到錢 那時是大約 哪一年呢 1988年開始 他那時可以賺到錢 我那時已經叫 你給在電視台那五千元工資 你出去拍部戲有七萬五 那你是否叫賺到錢 難怪以後都不回去 當然 為甚麼要回去 我離開TV時五千元工資 我第一部電影 不怕說你七萬五 好 那你是否賺到錢 那是否接著上升 當然 第二年已經飆升三倍 二十多萬 我是很遲 不是我 很喜歡吃 我又覺得很喜歡吃 工作很辛苦 但我又很喜歡穿 那怎樣 沒得衡量 就是想補償買更漂亮的衣服 但我從小到大都很對時裝 我不是去時裝達人 我不是達人到 他們突然有新的東西 那些達人 但我都很喜歡看時裝雜誌 總之看很多書 這是潛延密化的 我覺得 好了 接著去到 去到 其實很簡單 去到四面下彎 那時我穿了一件泳衣 你記得嗎 成功了嗎 成功了 那時很成功 一百零幾磅 我記得 那時我開始 那時的態度 就說 原來瘦 其實不用穿很貴的衣服 都很型的 你明白嗎 是 現在兩樣都要 為甚麼你現在平頭粉 都沒有這新的裝扮 現在兩樣都有 原來後季都有 不是 但我現在老了 不是 現在老了 你說剛才靚的問題 就是我經常說 你幾大年紀 都要對自己的移用有堅持 包括你的穿衣服 你的生活態度 我早一晚收到你一個SMS 那你就說 哎呀 你說那件事糟糕了 我還不記得 你現在太忙了 有些人不記得 在哪件事呢 就是四面下蛙那一年 你跟我一起去台北 去宣傳這套戲 你知道在台北比較嚴謹 那些人真的跟你說理念 說這套戲的精神 是的 但當時你又沒怕過 你覺得好 說理念 說理念 你當著大家說 你知不知道一個演員 不是因為肥還是瘦的問題 最重要是可以肥 又可以瘦 那你就可以承受很多角色的挑戰 是的 你說得明白 你這麼好記事 我講過些什麼 真的 你記得說 你這個經理人記得 叫我默花這段 叫他有空幫你 多說幾次 因為這個是一個 你寫給我的 我不會這樣的 一定要真心由你自己說 你當時這樣說 那些人就默定口呆了 就是覺得 不要以為 吳君子走來 只會說笑 他真是嚴肅起來 他真是跟你很正經地 說回這個道理 原來這才是真正的動機 令到你覺得 以後是可以接多一些角色 是的 我當時的態度 我瘦了之後 我覺得 我是想做明星 我又想做演員 很矛盾的 這兩件事 也有人做得到 不過很少做得到 就是了 你演員經常覺得 他又不夠美 不夠台形 但那些戲很好 中常月好演 其實就說他不夠美 是的 你當了明星 明星就 明星就不用做 走出來 這樣就已經是明星 震著你了 螢光望 我經常覺得 又可以當明星 我自己的先天條件 已經不夠了 你現在已經很幸運 經常跟自己說 你又可以 有戲拍 有些票房 又不是差 那我究竟 可不可以當明星呢 明星是 我們的年代 是覺得 油敏 林青 鍾左紅 這些叫明星 他不用做任何事情 他站在鏡頭前面 他就震了你 觀眾 你要看著我 這個理念 我便不停和自己洗腦 我說我每次不均出身 來的大人膜 你要看著我 你不要以為 離開了鏡頭 沒有人看到你 甚麼情形 我現在根本 四方八面 你所做任何事情 在說話 都其實有 是 現在街上 你現在犯法 你現在街上找回 關仔 升街 有個人 打劫 其實現在 在這裡 都找到資料 現在的科技 是吧 是的 我覺得現在的世界 已經變成真人秀 真的 你不要以為 我今天照顧女兒 我照顧女兒 襯衣更厲害 開工 你的女兒也要襯你 是的 然後我經常跟女兒說 喂 女兒 今次我們去這個景點 會碰到狗仔 你可不可以穿一些 是媽媽喜歡的衣服 可以拍到你 對 拍到你 好像有型 因為我女兒很喜歡 紫色粉紅色 即是你嫌別人的衣服 是的 不是 紫色粉紅色 沒有問題 在我女兒身上 是有些衣服 因為我女兒很黑 別人是八歲公主 穿這些顏色才漂亮 我已經選了 很少的顏色 給她 她不喜歡 你這樣也可以 會不會像韓劇一樣 生氣媽媽 不會 我這個是一個 我說不買 去面試 考試 或者去婚禮派對 一些派對 你可不可以 媽媽喜歡的衣服 我的味道 未必是全世界完全認同 只不過我覺得 現在 要有態度 你明白嗎 你知道 你覺得出街 已經四方八面 有些人看著你 很厲害 而且現在很網絡的世界 很恐怖 你知道嗎 我們都很同意 但是你說最重要的是 又能做到演員 又能做到明星 這件事是嗎 這件事我想問 過去幾年 你有沒有覺得哪一部電影 那部電影已經開始做到 是明星 明星當然有幾個定義 包括 包括票房 你一向都有 有一個很穩定性的票房 是的 哪部電影覺得自己像明星 即是像明星多於像演員 不是說你不是演員 有魅力是嗎 你說 又有票房 又有魅力 我覺得金雞也算一個 之前紅興十三妹也算 我瘦了時 那年代也不錯 你想不想有一部電影 有人覺得 你已經不是演員 簡直是一個明星 突然變回後 可以嗎 有啊 是嗎 這也是一個成就 是的 我真的想 金先生有甚麼方法 我們拭目以待 我沒有 你以為這麼容易嗎 是啊 那你可能 我這輩子都做不到 因為 有些人有 譬如 舉個例子 本地的廢事 慢慢被人全譯 錯誤得罪了 外國也是 你雖然現在已經變白了 但他無論演戲 做得如何好 都說他差一點 是嗎 是 然後Johnny Depp 經常說他演技好 因為他肯烏惹 有些人無論怎麼做 但我覺得 Brad Pitt的戲挺好的 譬如 Sean Pan 無論如何都說好 不知道為甚麼 但Sean Pan真的挺好的 真的好 沒什麼好得 他拗你回頭 最近生命樹 他等你放了 到他做完做白了 收了錢 他才說 我也不知道我在那裡做什麼 是呀 我也不知道他做什麼 他自己這樣說 他在那裡負責走 他自己負責告訴大家 但很有感染力 是呀 當一個人已經成立了 做了演員 原來真的比較容易 怎麼都覺得好演員 當然 但想做一個明星 直到你說你用了這麼多功夫 還有日子可以走 是呀 其實是 你說過Sean Pan 就對了 Sean Pan 我最想做了 又好戲 又像一個明星 我就代你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跟你 我沒有插開你的話題 我現在是順著說下去 就跟你身邊那個說 我不知道為甚麼 他又不是不想認識你 他不想認識你 就不跟你在一起 大家經常都有默契 但他拍了一些大片 我們做觀眾 為何不找不關人 見到徐靜蕾 見到周迅 見到周迅 不要那麼好笑 是的 湯惠 那些就是明星 是明星 那他老婆可不可以 下一次大片找他做 是嗎 即是他做導演 那些大片 那些嗎 平時找你做金雞 不算 是嗎 因為他有一個模式 對我這個感覺 那是否月屬的模式 打破不了 可能是 因為他覺得我最喜歡 吳君月 是要做被人欺負的 明星都可以被人欺負的 是 但是他 我覺得我做周迅 那個如果我太好笑 又太老了 我覺得他的角色 其實他是說愛情 愛情又要真是那個年代的人 如果你說他真的要量身訂造 為我做好一部戲 那我就覺得真的不用需要我 你說他的答案是徐正雷 徐正雷 有些角色可能是 例如湯圍 我覺得他找金城舞 沒理由找我配金城舞 我們永遠都說過去是過去 還有明天 叫他自己再三思一下 你今晚回家吧 你怎樣也要整部給我 我沒有人逼迫他 誰想逼迫他 不是 因為他說很辱麻 他一定有自己的判斷能力 是的 他很有意見 那幾年覺得 或者未是時候 我也親自聽他說 他有些角色甚至覺得 他未是梅麗史翠寶 他未夠時間 你說人始終有一天便到 是的 梅麗史翠寶有其中一個想做 六十歲還可以拿著全球最高女演員的編集 做到 做到 還有魅力Mamma Mia 還在這裏照做 有幾兩個男人在這裏迷戀他 這是我的目標 沒錯 這就清晰了 明星的定義 以他來做準則 都收貨了 你看他現在的媽媽 鐵娘子 他那些扮什麼 又可以飛到手 你也可以 我現在就潮這些方向 有沒有哪一個已知的人物 不一定要是歷史人物 或者是歷史人物 我們認識的 你覺得你扮他便會好看 你說呢 那不是三姑 不是三姑便要做陶三姑 當然有很多角色可以做 有哪些角色 你覺得這個歷史人物 不一定要做江青 有沒有哪些人物 你想起我要做這個演員 我覺得我想做宋美玲 是否喜歡做任劍輝 喜歡 那便有 我聽過江戶友傳聞 現在流傳一個故事 就是白雪才任劍輝轉 我想大家爭奔頭組 一定要兩個 我聽過的嗎 那任劍輝當然有白雪才 當然好 還有仙姐 仙姐要紅燈 這些東西 是 仙姐仙姐還在 我怕有一個很好的任劍輝 找不到一個很好的白雪才 就沒得拍 我真的有想過 那天聽過別人說 你真是很提議 我有時候是瘋的 不過我又覺得 我好像很適合做 對吧 我就是說我瘋的 我不是這樣說 我先做白雪才 我現在就是想問 陳可新就可以 你今晚可以問她 你今晚可以問她 科技這麼進步 是吧 史不保天田都畫到是真人 可不可以兩個不均嬌 我又做任劍輝又做白雪 你不要以為我說笑 不用那麼辛苦 不辛苦 我轉而因為角色已經很累 但又要做另外一個 你明明一個好的演員 我做蓋明輝和 不如是梅雪絲 不如是 容易一點 太容易了 便宜了 為何不多呢 就做兩個 你知不知一個偉大的演員 我做了四個 不如你是一個偉大的演員 初奉 初奉明 因為所有偉大的演員 很多時候 都不知為何拍了一部電影 就瘋了 精神崩潰 這樣也是一項成就 所以你不要怕辛苦 好嗎 吳君如是一個演員 他是很用心 如果當那件事 他覺得要用心 你是在所認識的 當那件事 你也說得很好 這當然要有立場 你也叫你做什麼 做什麼 你都這樣 就是有分別 尤其是吳君如 都不一定做 因為他怕崩潰 他怕崩潰 他女兒還未能長大 多大壓力 沒錯 一個這麼經典的兩個人物 因為雖然是做了一套這麼好的戲 但女兒還未能長大 還要照顧 要看著他入大學 所以要兼顧得很好 要揣摩得很好 其實 這麼小時候 你也很重視 跟他們之間的相處關係 我也看到 雖然是很開心的生活 但在那些生活裡 有帶進一些比較嚴肅的訊息 讓他知道世界是怎樣 很殘酷 是嗎 因為我很害怕 他長大後 太保護得太厲害 因為現在的小孩 真的保護得太厲害 我自己也不忍心下這個辣手 你明白嗎 哪一隻 譬如有些事情 其實他刁蠻 我又覺得 唉呀 算了 有時候就離開了 那不是有你的恩子嗎 我想當然有 但我怕他長大後 他可能又不需要很大家庭負擔 要賺錢 我怕 你當然是正確的 因為現在的人 已經負面到一個什麼程度 這些父母就是 但求不濫交和不吸毒 都已經安樂 是呀 去到這樣的情況 是挺低的 哈哈 你聽起來很傷心 是啊 所以我不是說我很害怕 我有一天 我們不在這裏 然後呢 他又很慘 自己有間住的房子 又單身 然後他跟著 他又可能有些情緒病 我這個想得很長遠 這個想得很揽然 不過 所以我也有些事情 要告訴他 現實是這樣 譬如小朋友回來 小朋友一定有些喊叫 分黨分派 絕交 那些 他經常叫我出手 親善大使 是的 我問你們自己搞定 我說你們打架 你們自己搞定 這個世界就是這樣 還有很奇怪 小朋友 總之現在的小朋友 真的太過保護得很厲害 你覺得近年裡 對你的小朋友 有什麼重要 再重手 要積極一點 令他能夠面對地球的變化 我覺得現在的小朋友 好像沒有了童真 那能否有得回才行 對 因為現在沒有辦法 社會就是這樣 什麼都快 你三歲又用機器按摩 即那些 他們經常按摩機 玩iPhone 你覺得相反地 爸爸媽媽不給他 可以嗎 可以 可以 因為我女兒 不是很喜歡玩這件事 因為我真的擺了很多心機和時間 跟他玩 即是我會互動 這樣 是不是你也玩了一份 我很累 我想死 每天回到家 半條人命 還跟他角色扮演 我剛出來 我就扮了空姐 他就扮了乘客 我每天都在做 為什麼要玩這件事 他很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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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我做 Check in 那個 他就拿一本 Passport來檢查 他很喜歡角色扮演 即是 他喜歡 即是 你做地勤 我做地勤 然後我就扮了空姐 玩一次之後 又反過來 我做乘客 他做空姐 他服侍你 看看他做得好 還是你做得好 是的 通常我和他兩個 其實很累 穿著一條靈 又要找廁所 又要將來去吃 但我很喜歡這種感覺 而且在家裡 譬如我一時 一時要工作 我會早點起床 和他起碼 剛才是空姐和乘客 即是我覺得這樣 好像是真的 你不要教他什麼 價值觀 即是我覺得這樣 很親 我覺得對所有父母 都一定要聽 而且都適合用 其實我們做人 現在就是不懂得逆地而處 這個聽起來 好像只是玩對調角色 其實就是令到他開始 想想每一個人 如果你自己好像他 你會怎樣 譬如現在就是玩 開心就做了空姐 你試試做了外面那個 在生活上遭受很多困難 你都要懂得思考 他自小就習慣了 他覺得突然間我做你 你做我又看得怎樣 還有這個逆地而處 我沒有想得那麼深 但他有很多想像力 我女兒戴著戴著 他其實不喜歡玩玩具 有小有大 是我補回自己童年帽 那些東西 是我買給他 事實是這樣 是我自己忍不住買 原來買回去他不喜歡玩 他真的只喜歡在家裡 好像剛才怎樣扮兇者 剛才我被他考起 他就說 在行李輸送帶 拿行李輸送帶 拿行李輸送帶 但是我們家裡 沒有一樣東西 像推那架手推 那你扮兇嗎 他便會有這些想法 這些想法 然後我便想想 我找了什麼椅子 扮那個 扮那個 拿行李 你要做得那麼足 他要做得那麼足 才死 我覺得挺好 起碼他會用他的腦 去想一下這個 其實我們經常笑別人 說不要 不要經常給兒子 要做第二代 你做演員 不是呀 做演員那些 但是你那個 很難免將來 要做女的陳可新導演 他又懂編劇 又教人做戲 還教人做 啟蒙戲 他又說我不像 要從頭來過 沒錯 那是NG來想 是不是 已經 已經 已經做硬了 我想到 不是 他爸爸喜歡他做 他爸爸說 如果要他選擇 他這樣的樣子 一定做不到明星 你為何要這樣說別人 他就是這樣說 然後他說 我不喜歡他做 我們經常說 他叫哥普拉的女兒 Sophia Coppola 是 要不需要說他名叫Sophia 其實不是我說 原來真的已經有這樣一天 不是 我們經常說笑 如果他要進行 就寧願讓他做編劇 導演 學紅褲仔 不要讓他做明星 你猜如果我這個叔叔突然問他 你說幾句話給我聽 你媽媽到底是一個怎樣的人 你會否認我 會的 會的 你猜他 我猜他不是又說 他不是說 媽媽很funny 很lovable 每個人都知道 還沒有別的樣子 我沒有問過這件事 我回去問問他 沒錯 你提醒我 你覺得媽媽怎樣 沒錯 你現在不如當你問他 Julian Julian 我整天的樣子就是這樣 你不知你明白什麼 我不是 我經常對著他 很欲緊 那我問吧 Uncle Cam想問什麼 Uncle Cam想問一下 Juju 你覺得媽媽 我怕她不懂說 是一個什麼人 你覺得媽媽怎樣 可能她會明白 來一次 OK Juju 你覺得媽媽是怎樣 她在拍攝嗎 我一看到她就是這樣 你這個人 她在拍攝嗎 你這個人 你不要這樣子 我來的看 你這台首歌